天天按摩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去的這間是天天按摩的金太分店 你說老闆多懂得起名 要人家天天都來 就算我有時間 那個荷包都不夠橙 在這裡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天天集團 你可以叫他天天或者天行見 也可以叫他天見 因為用過很多名 他是東莞東南片區最大的按摩集團之一 近這幾年他的業務已經擴張到深圳的關愛 比如龍江區和龍華區 我上一集介紹的一水雲上國際水泥會所 曾經都是屬於天建集團旗下 而他在深圳最出名的場 就當屬於這個沉夢大堂系列 即是你過去踢個骨 你就相當於翻了一次大堂 這個場就不多說了 以後有機會再介紹 跟深圳佈局大型水會不同 天建在東莞鳳江這一邊 主要都是以中小型的按摩店為主 每間店都是叫天天 但他們是靠後面的分店名來區分彼此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鳳江的硬田海關 因為海關在這裡 所以這邊經常都會做到香港和外國客人的生意 所以在這條路的兩邊 就有很多港式的茶餐廳 說到這條路就有趣 它叫移雄路 你說不知道跟移雄院有什麼關係呢? 而有一樣東西更加有趣 我們看看右前方很多燈籠 這裡就是天天按摩的金泰分店 但在這邊有一間店叫天天按摩的移雄分店 也就是說這間金泰分店在移雄路上 但是移雄分店竟然不在移雄路上 嘩好像急口令一樣說得都喘起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左前方 那裡可以說是最有趣的 因為那裡竟然是天天按摩金泰分店的貴賓樓 即是如果你是第一次過來的話 我怎麼看都覺得剛才經過那裡才是貴賓樓 這裡如果把牌換成金泰分店的員工宿舍 我覺得更加貼切一點 那這裡貴賓在什麼地方呢? 我覺得跟主樓那邊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分別 唯一不同的是這裡每間按摩房都有獨立的洗手間 有得洗澡那種不是只有拿水 因為主樓那邊裝修過 顯得貴賓樓這邊有點舊 而且在原有的項目價錢上 還要額外給多20至30元 不太記得了 由於今天按摩太適 所以都是來到主樓這一邊 比較新正 如果你想做香薰 但是又不想在公共浴室洗澡的話 就可以考慮貴賓樓那邊 來到天天金泰的大門口 我們先來看看這邊的項目消費 網上的團購價 泰式是130元 竹肉是120元 香薰是141元 這些都是60分鐘的項目 而140分鐘的項目 泰式是204元 香薰是261元 可以見到這裡的香薰很划算 才比泰式貴20元 所以在這邊做全新項目的話 寄師進來都會默認你做香薰 還有這邊的項目價錢已經包括小費 當然你覺得它按得好的話 你多給它20-30元也沒問題 在這邊消費會送你茶點和水果 如果你是做100分鐘的全新項目 還有一份簡餐送 不過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湯圓、雲吞、牛肉麵之類 如果你不喜歡吃 也可以出去吃茶餐聽聽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而重點是什麼呢? 在天天按摩的每間店 它的技師都是有等級的 分別是普通資深會員技師和天天女孩 前面那三個基本上只有兩種 因為普通技師很難遇到 那天天女孩又是什麼呢? 進來不用急一下 坐在桌上喝一杯茶 順便看看雪櫃有什麼水果可以吃 都是西瓜和橙 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雖然種類不多 但勝在夠新鮮 我就順便點了一個茶葉蛋和皮蛋瘦粥 我忘記大放大鏡 找不到皮蛋 口味重的可以吃這種紅油抄手 又或者是紅燒牛肉麵 你看看牛肉多 你在外面吃一餐十多元的蘭州拉麵 都沒有那麼多牛肉 它上面這塊黑板就列明了 今天會供應什麼東西你吃 而旁邊還可以捉橡棋 誰抽到紅方真是慘 除了姚明之餘 我想都要擔凳子 現在就講一下天天女孩 這位好像Yumiko的就是天天女孩 通俗地講一下就是青春亮麗 現在的天天女孩都叫認真案 三年前那些天天女孩 哈哈 我們都是講一下這個竹肉房 它這邊的竹肉房基本上都是一樓 而且都是大房為主 特別適合整班朋友一起過來放鬆消遣 而且很慶幸它沒有進化成K哥木竹 在深圳關外前幾年很流行這個K哥木竹 每次進到這些店都整個腦都天傳地轉 這兩個姐姐在這裡做什麼傳統工藝呢 說回K哥木竹 真是想起都火滾了 小喇叭這邊很多人在竹肉房唱K 是不關門的 難聽到它都不是唱的 是叫的 而且它是故意不關門叫給你聽 還是說回這邊 這邊的按摩房都是大床榻榻米 這件事我就拜託了 睡得舒服 但不好的就是公共浴室 不過沒所謂啦 幾步路而已 差點忘記提醒一件事 在這邊你選擇不同的技師和你按摩 是要加錢的 具體要加多少 不太記得 打一個比喻 資深10元 會員20元 天天女孩30元 如果你單純是要按摩手法好的 那當然是會員技師 如果你想青春兩例的就是天天女孩 在兩間按摩房間之間有一塊這麼大的玻璃 下面磨砂 上面透明 這邊的房間隔音不太好 旁邊聊天大聲一點 你也聽得到 在最後如果你想便宜 當然你會問它有沒有普通技師 原則上應該都是沒有